大家好,歡迎來到萬聯新聞一分鐘 今天第一節還要跟大家說說關於史摩寧 大家都知道,今年史摩寧在羅馬借助一年,表現相當出色 我們有不少的萬迷說是否可以找他回來幫忙 因為我們現在中堅正在找人 但是看過小萬聯的管理層應該不會找他回來 因為現在有幾宗新聞都跟史摩寧有關 但也不是說收回他回來用 第一宗新聞就說羅馬對他的表現很開心 也很有興趣捉借或買斷 之前也曾經傳過說希望用千多萬就可以買回去 那萬聯對價錢不是太高興 所以現在來說很大機會 史摩寧很快就會回到萬聯 但是另外在近期的情況就是 Daly Star引述一個意大利的媒體 Casio Mercato就說 萬聯又想用史摩寧加上山齊市 就去跟國米交換他們的中堅 史基泰爾 我不太肯定中文名叫什麼 但就是國際米蘭的中堅 他們覺得史摩寧很適合萬聯 所以希望可以找到他回來 這件事究竟有多重要呢 我想大家都明白 尤其是我們萬聯早晨做那個統計 很多朋友都覺得中堅真的要補強 尤其是今年 麥佳亞都是有不少的脫漏 但其實說真的 整個季來說 整個季來說 脫漏都是 有時就比較惡特些 但是呢 都明白到 在復賽的時候 他踢足這麼多場的話 有時都可能會有一些 不是很好的時間 當然了 站在萬聯的中堅來說 真的比較麻煩一點 還有最慘的是我經常都說 如果有時的脫漏 補足夠了 那是好一點的 大家沒有這麼覺得 但問題就是 他幾次的大脫漏 都是 導致到直接失球 甚至乎萬聯 是直接失分 所以這個是比較重要 但是呢 如果你問我的話 史摩寧其實真的 配合 麥佳亞其實都是一個可以的選擇 不過呢 你說是不是最理想 當然就不是 因為為什麼呢 一來就是 我經常都想 希望有一個掃蕩型的中堅 不要就是 每個人都 一顆橙 幾個洞 因為現在的情況 說真的 連奧洛夫都不矮 但問題是 最慘的是 他不矮 但也不是太過 頂泰銖 但是呢 他轉身慢 這一點 很難去看補 因為正如 我記得有位賣迷都說 如果我們有兩個 兩顆橙 這麼高大的中堅 你就要一個 很有掃蕩型 可以靈活 快 和保衛得好的防中 去幫忙 但我們防中 又不是有一個 這樣的球員 真是很難搞 反而防中 如果用回馬迪 都是比較高大 或者將來 就算是麥湯 接到班 都是比較高大型的 麥湯 也算是靈活的 但他始終 沒有小顆球員 那麼靈活 所以 這個考慮 真的要很重要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的防守 體系 究竟我們是 全部都要高大的球員 還是應該要 有高大 有靈活的球員 去混合 不過 這件事 很難說 但 我想 無論 有萬聯球迷 都希望他回來 幫到手 但看樣子 萬聯的管理層 這不是他們的選擇 所以 綜合了這麼多的看法 或者這麼多的報道 看樣子 是會留在意甲 不過 他究竟 會在這個 應該不會續約 但是 會賣斷給羅馬 收回一些 現金 還是作為 賣 Scrudney 條件 的籌碼 其中之一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 即是說 Scrudney 要不在羅馬踢 要不在國米踢 回來萬聯的機會 就相當之微 這支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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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